在德国中西部那如诗如画的小城维斯伯登 2018年 14岁的苏珊娜·费尔德曼 本该在青春的花季尽情绽放 却被无情地拖进了万丈深渊 话说苏珊娜那天鼓浊的勇气 向老妈大安娜请求 能不能去朋友家过夜 大安娜这位慈母心肠的老妈 琢磨了一会儿 同意了女儿的请求 还不忘严肃地提醒她 第二天一早得送小女儿去托儿所 自己还得赶着去上班 所以苏珊娜必须地在早上七点前回家 可谁能想到呢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了 苏珊娜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没影儿了 大安娜娜叫一个心急入焚 感觉心臟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紧紧揪住了 单近给女儿发消息 问她在哪呢 为啥还不回家 结果收到的回复 那叫一个怪异 下面开始 跟随鼠哥走进贴轨少女遇害案 苏珊娜·玛丽亚·费尔德曼 2003年11月2日 出生在风景如画的米泪斯城 这小城就在莱茵河畔 1991年的时候 苏珊娜的老妈 戴安娜带着一家人背井离乡 离开摩尔多瓦寻求美好生活 最后在德国安了家 亲门好友眼中的苏珊娜 美丽 文静又羞涩 青春期的她 有兴奋也有烦恼 童年那可是幸福满满 充满欢乐 苏珊娜的老爸在她生活里 基本就没咋出现过 不过 戴安娜那是用无尽的温暖和关爱 把女儿紧紧包围着 努力营造了一个充满爱 安全和欢乐的氛围 想尽办法 让苏珊娜成长为一个 安静又快乐的孩子 苏珊娜八岁那年 戴安娜遇到了一个男人 没多久 这男人就成了戴安娜的丈夫 这一喜事过后 戴安娜又生了苏珊娜的妹妹 家里那是充满了更多的欢声笑语 幸福的时刻 一个接着一个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苏珊娜这小女子 渐渐从一个乖巧的小女孩 变成了一个问题多多的青少年 行为变得那叫一个古怪 开始逃课 去追寻那些新奇的体验和小伙伴 还不是在学校里找 而是在一个难民收容所 这难民收容所 就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公寓楼 在郊区的商业区 夹在一家叫托斯卡纳的三星级酒店 和一家自称维斯伯的美食灵魂的 普通餐馆之间 这地儿成了苏珊娜的避难所 她在这跟朋友们一起混 可把她老妈戴安娜给抽坏了 戴安娜想阻止女儿掉进大坑里 苦口婆心地跟苏珊娜说 她和她那些朋友 根本就不了解难民的生活 也想象不到人家经历过啥恐怖和苦难 不过呢 戴安娜也不反对苏珊娜 跟一名孩子交朋友 可这事儿比表面上看复杂多了 问题的关键 就在苏珊娜和一个14岁男孩之间 那强烈的感情纠葛 她管着男孩叫凯西 这年轻的难民 跟家人一起住在难民收容所里 苏珊娜和凯西之间的这份感情 就跟那缠绕的丝线似的 交织是年轻的爱意 可把戴安娜愁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苏珊娜瞒着老妈从学校退学的事被发现后 跟老妈说自己在学校不舒服 有两个女孩找她麻烦 还有个老师叫她吸血鬼 商量了一下 学校同意苏珊娜暑假后转学 2018年5月22日晚上 苏珊娜又跟老妈请求在最好的朋友家过夜 戴安娜看了她女儿 琢磨了一会儿同意了 但又提醒她的早点回家 苏珊娜里会了老妈严肃的语气 保证一定会在早上7点前回家 可到了上午8点半 戴安娜焦急地看着手表发现女儿还是没回来 拉出手机给苏珊娜发了一条简短又焦虑的消息 问她在哪呢 为啥还不回家 几分钟后收到了奇怪又让人不安的回复 我稍微回来 手机快没电了 这可把戴安娜的焦虑又给加了一把火 心里是充满了无数的疑问 戴安娜马上就觉得事不对 这条消息的风格跟女儿平时的写作风格那是完全不一样 上午11点半 戴安娜又收到了一条消息 上面写着 再见 维斯伯登 现在和阿曼多一起去巴黎 戴安娜回复道 我的宝贝 阿曼多是谁 消息还附上了一张苏珊娜拉着香烟的照片 戴安娜想联系女儿 可啥用都没有 这忧心忡忡的老妈不停地打电话 发短信 可都没回应 困惑和焦虑就跟潮水似的把她给淹没了 没办法 只好联系警察 苏珊娜从来没提过有个叫阿曼多的人 她的朋友们也都没听说过这个人 当晚9点 苏珊娜·费尔德曼被正式报告失踪 警察马上就开始搜寻 好多志愿者也加入进来 想帮忙找到她 把她带回家 戴安娜那时心如刀绞 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干啥 该往哪去 心碰碰碰直跳 思绪那叫一个混乱 想保持冷静 可哪那么容易啊 知道自己的赶紧才去行动找到女儿 可就是不知道从哪开始 给苏珊娜的朋友们打电话 可从昨天起 就没人见过苏珊娜 戴安娜开始陷入恐慌 担心女儿可能遭遇了不幸 女儿失踪超过24小时后 戴安娜·费尔德曼终于收到了一条更长的消息 妈妈 我不回家了 用别角的德语写道 我和我的男朋友在巴黎 我可能两三个星期后回来 也可能永远不回来 别找我 真他们开始调查 很快就确定 苏珊娜根本就没在任何一个朋友家过夜 每一字精心措辞的询问 都证实了这个让人不安的事实 很明显 这小女子对老妈撒了谎 实际上在别的地儿过的夜 调查人员知道戴安娜收到的那些神秘短信后 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又最简单的结论 这些短信充满了暗示 分析了一下 真他们断定 苏珊娜就是离家出走了 基于这个假设 调查人员也没特别找进去找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戴安娜菲尔德曼不停地催警察 多采取点行动 问苏珊娜的朋友们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啥时候 还想让一家电视台报道去干子 最后 在脸书上给德国总理发了一封绝望的请求 戴安娜觉得女儿爱上了一个难民家庭的同龄人 而且看警察也没尽全力找苏珊娜 就去了难民收容所 就是巴塞尔一家住的地儿 也就是14岁的凯西的家 苏珊娜生爱着的那个男孩 戴安娜满心忧虑 跟每一个家庭成员交谈 想找点线索 找到她失踪的女儿 巴塞尔一家的成员们很尊重 又很敏感地接待了戴安娜 他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每个人都跟戴安娜说 自己只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了这个女孩失踪 在他们平静的声音里 戴安娜没察觉到一点欺骗或者可疑的地方 戴安娜注意到82家6个孩子里的凯西不在家 可她老妈跟她保证 苏珊娜从来没进过他们家的门 这些话在戴安娜耳边回响 可一点都没给她带来安宁 戴安娜把苏珊娜的照片递给所有的邻居和熟人 联系了当地所有的商店和药店 还在每一根电线杆上贴了寻人骑士 她的腿都不想动了 可就是停不下来 每一步都难走得很 可她的精神那是坚不可摧 志愿者 同友 亲戚 甚至陌生人都加入了她的搜寻队伍 他们找废弃的房子 勘查城市公园 一天天的在旧片区域仔细搜寻 心里怀着希望 可警察偶像还是没付出足够的努力 只会说等她准备好了就会回来 但戴安娜了解自己的女儿 她不可能就这么没声没息地走了 在第三天 他们去了苏香那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玩的公园 检查了每一个角落 走遍了每一条小路 问了每一个路人 可啥都没找到 绝望笼罩着他们 志愿者和朋友们 尽最大的努力支持着戴安娜 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是没结果 不过事很快就有了大变化 从积极搜寻这个女孩开始 已经过了一周了 还是一点踪迹都没有 连个线索都没有 直到有个匿名消息来源 告诉警察说 苏香那已经死了 被埋在城市海姆附近的铁轨旁 城市海姆是维斯伯登的一个区 巴塞尔一家就住在那里的难民收容所里 警察马上就开始核实他们收到的信息 把搜寻重点放在了嘈杂的铁路沿线 几天后 戴安娜意外的在她的一个社交媒体账户上收到了一条消息 消息来源是个匿名人士 说巴塞尔一家突然离开维斯伯登 去了多特门德 还打算很快离开德国 这消息充满了意外和诡异 为啥巴塞尔一家决定这么匆忙 单到另一个城市呢 他们离开背后藏着啥秘密呢 这可疑的地方越来越明显 引发了黑暗的预感和无数的疑问 可现在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不知道 在苏珊娜失踪让人痛苦又漫长的两周后 2018年6月6日 丹安娜菲尔德曼听到了她这辈子最糟糕 最毁灭性的消息 苏珊娜的尸体被发现在铁轨附近的一条宫里 尸体被草草用泥土树叶和树尸盖着 勉强掩盖着残忍的迹象 苏珊娜自己的运动衫被打成一个结 缠在她的脖子上 她的脸和身体上都是多处撞击的痕迹 证明了凶手的残忍 苏珊娜的手机 其他个人物品 甚至她失踪那天穿的运动鞋都没有 所有可能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凶手拿走了 警察随后公布了一些 关于对这起可怕事件的调查进展的细节 是一个来自那名家庭的13岁男孩 跟警察说了苏珊娜尸体的下落 她和巴塞尔一家住在同一个收容所里 巴塞尔一家有八口人 包括父母和六个不同年龄的孩子 苏珊娜爱上了14岁的凯西 但这故事最黑暗的一面是 凯西20岁的哥哥阿里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铁轨屠夫 她曾多次引起警察的注意 特别是她设计一起跟住在同一个难民收容所的11岁女孩的案子 德国媒体上没这案子的信息 可阿里还逍遥法外 这就说明警察没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对她提出正式指控 警察还展示了他们对导致苏珊娜死亡的一系列事件的详细推断 2018年5月22日晚上 苏珊娜跟老妈说要在朋友家过夜后 实际上偷偷去了那名收容所 她计划在那跟凯西见面 可凯西不是一个人出现的 是和她哥哥阿里一起 后来发现这阿里已经长时间密切跟踪苏珊娜 还多次跟朋友说她想跟她亲密接触 但安娜觉得凯西为了讨好她哥 故意把苏珊娜引诱到了收容所 遇到那 在那些她几乎不认识的人中间 苏珊娜马上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 在了一个致命的夜晚 她给朋友发了一条绝望的短信 请求帮助 在短信里 苏珊娜承认她很后怕 她和阿里以及她的朋友在一个收容所里 她想离开 可他们不让她走 苏珊娜向她最好的朋友求助 心里充满绝望 相信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 会有人能伸出援手 她的朋友是唯一一个知道苏珊娜问题的人 唯一一个知道她绝望处境真相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本可以通过报警 来阻止这场悲剧的人 但可惜 命运不是这样 她的朋友啥都没干 让阿里的计划得蠢了 在她黑暗的思想深处 她早就有了这些想法 现在 这些想法变成了现实 在跟苏珊娜精密接触后 阿里知道不能让她走 害怕她去报警 于是就勒死了她 没给她一点逃脱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 苏珊娜的手机收到了她老妈戴安娜的消息 阿里一点悔恨都没有 拿起她的手机 开始回复消息 就跟苏珊娜在回复似的 对她来说 这行为就跟一场游戏似的 她甚至把一支烟塞进了毫无生气的苏珊娜的手指尖 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戴安娜 警察还不知道案发信场在哪 也不知道阿里的父母 知不知道他们儿子的罪行 在处理了苏珊娜的尸体后 阿里那是狂妄的不行 她开始传播自己的罪行 在她的听众里 有个13岁的男孩 就是这个男孩 告诉了警察在哪能找到失踪的苏珊娜的尸体 当警察开始找阿里的时候 她已经和父母 已经五个兄弟姐妹 离开了维斯伯登 这就双赢 她的父母知道苏珊娜菲尔德曼发生了啥事 很明显 他们决定离开这个给他们提供的住房和福利的国家 可不是巧合 在调查过程中 又一个让人惊讶的细节冒出来了 巴塞尔一家八口 在2015年10月到了德国 在边境口岸收他们每个人文件 可在苏珊娜菲尔德曼去世八天后的2018年6月1日 巴塞尔一家去了美英河畔法兰克福的伊拉克总领事馆 拿文件去换他们已经过期的伊拉克护照 他们还带着德国成本证 伊拉克文件上的名字和德国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样 德国身份证上记得是他们进德国的时候家人提供的名字 文件揭示了嫌疑人的真实姓名 是阿里巴塞尔艾哈迈德 换句话说 这铁尾恶魔一开始就撒了谎 用假名进入德国 带着虚假的身份在那生活 巴塞尔一家急匆匆地离开德国 飞回了他们原本的家乡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 在库尔德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他们试图隐匿起来 继续他们的生活 可是这一切都在国际追捕令的压力下变得徒劳 德国警方迅速将阿里巴塞尔列入了国际通缉名单 就在苏珊纳菲尔德曼的尸体 被发现两天后的2018年6月8日 阿里巴塞尔在伊拉克北转后 他的父母在当地当局面前失口否认 知道此罪行 并声称他们离开德国 并非为了让儿子逃避 阿里的老妈说 如果他真有罪 他不希望儿子在外国受惩罚 他说他应该在自己的祖国受惩罚 虽然德国和伊拉克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可阿里巴塞尔还是被引渡回德国 并被指控 在调查期间 阿里只承认夺走了女孩的生命 除了那个晚上 他和苏珊纳一直在喝酒 还用非法药物 他说他们有自愿的亲密接触 然后苏珊纳威胁要报警 无辜的互动突然就变成了冲突 在愤怒的火焰里 他控制不出自己 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可阿里巴塞尔的话 被证明是又一个谎言 他想逃避全部责任 法育专家对苏珊纳的尸体进行了彻底检查 没在他身体里发现任何酒精 或者非法药物的痕迹 戴安娜菲尔德曼也再次批评了警察的工作 在苏珊纳于2018年5月失踪后 警察处理那份失踪人员报告时 那叫一个不警不慢 戴安娜心里那个气呀 他直言道 这帮警察就跟那眉头苍蝇似的 一点都不着急 我女儿都丢了 他们还在那抹抹唧唧 戴安娜觉得 警察根本就没把自己提供的信息当回事 就比如说从女儿手机上发来的那些可疑短信 回来发现那都是阿里自己写的 明白着就是为了掩盖罪行 可警察一开始愣是没看出来 2019年7月10日 阿里巴萨尔被判定所有罪名成立 当局怀疑阿里可不是单独行动 但也没其他人被指控 他在德国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过呢德国的终身监禁还有的手法 15年后能申请驾驶 达萨尔犯下了冷靴的谋杀罪 既没表现出悔恨 也没一丝悔意 在审判期间 被告那是一句真诚的悔恨话都没说 苏珊娜的母亲戴安娜菲尔德曼 在长达近四个月的审判中 一直穿着黑色衣服 当法庭听取这起案件的可怕细节时 他那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哗哗往下流 相比之下 阿里在审判期间大叫一个镇定 就跟得没事人似的 有个精神病医生在审判中作证说 被告有人格障碍 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案件让人们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 也让人们开始反思一系列的问题 德国的开放边境政策是不是有漏洞啊 警察在处理这样的案子时 是不是足够谨责啊 而对于丹安娜菲尔德曼来说 她的痛苦那是永远都抹不掉了 她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她的心里充满了愤怒 悲伤和绝望 但她也在努力寻找着一丝希望 一丝能够为女儿讨回公道的希望 那么对于今天的案件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